好 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透过视讯连线 跟产经新闻台北支支局长 石板明夫先生连线 石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石板先生首先先请教你 你怎么观察台湾九合一选战之后 民党内部确实惨败 而且惨败到今天为止 党内的检讨的氛围 以及零零种种的议题的发展 仍然对于政情上的发展来讲 对于执政是相当的不利的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 经常上日本的政论节目通过视讯 因为他们非常关心 日本非常关心就是说 他们还怕2024年的台湾的本土派 丢掉政权 如果本土派丢掉政权的话 那么整个的日本美国 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围城的这个 和中国现在变成一个 这种怎么说呢 中国包围网的话 台湾本来是最前线的战友 但是如果台湾变成了亲中派当选 亲中派变成 台湾变成对方的话 那整个的布局要重新划分 这点等于说这个选举 虽然说在台湾内部 我认为就是说 有人分析是因为孔中啊 因为就是说怕中国打过来等等 我认为这个有一点点效果 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民进党 在别的地方犯了很多错误的问题 但是说这种消息传到国际社会上 国际社会就会认为是 台湾的民意选择了亲中派 这个点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 如果说是因为民进党犯的错误 让台湾整体来买单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是一个蛮危机的一个状况的 那么关于民进党为什么会输掉这场选举 我觉得原因很复杂的 但是最简单的就是说 蔡英文的817万票 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加中间选民 加年轻族群 然后中间选民和年轻族群 没有投给民进党 或者不投票 或者投给个黄珊珊等别的政党 那么所以说民进党只剩下自己的 这个基本盘啊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要知道 就是说中间选民和这个年轻族群 并不属于民进党的 他们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那么为什么会失去呢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啊 一个是民进党不团结了 他们其实打着2022 想到2024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点大家有很多人分析了 我就不详细分析 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 整个的选举的阻轴 就是说现在台湾最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 机会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经济虽然数据不错 但是只是少数的半导体团体 这个IT产业电子产业 这些产业他们拿到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 而年轻人服务业这些人 他们自己再努力也得不到回报 另外一个呢 现在社会的分化已经非常严厉 大家看不到希望 特别是年轻人 有的我认识有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 虽然支持民进党 但是他没有钱结婚 所以这次他们觉得 你现在就是说 当然这次民进党讲的抗中宝台 抗中宝台很重要 主权是最重要的 但是光有主权还不行的 需要大家还要吃饭 还要过日子 还要明天有希望 在后边这些民进党政权在这几年执政之中 并没有表现得很清晰 而且呢 他在跟选民沟通的时候 说明的也并不是很强 很明白 就是说比如说年轻人的这个兵役制度 兵役制度的话 大家都觉得好像执政党已经下决心要延长兵役 但是没有说明 大家会就觉得不安嘛 其实我觉得有的事情你说明的话 大家会理解的 就像当年的美术 美术的命令是关于食安问题的著名投票 是这个能通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很多国家不容易 但是因为执政党充分做个说明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你把这些事情藏着盖着 你不告诉大家 所以说呢 包括中共的危机 说的并不是很清楚 沟通很差 所以大家对有一个强烈的不信任感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一个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所有人都在想着2024 可是由于这一场选举 民进党受伤惨重 今天包含传出来 包含本来相对热门的民进党的党主席人选 以及相对热门的行政院长的格魁人选 郑文燦 他的论文可能都遭到台大的撤销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这等于也复至今年8月份 林志坚的论文遭到撤销案之后 造成的一连串的选举 以及对于民进党支持的伤害 那你怎么观察 这一回合民进党的终生代 事实上受伤惨重 死伤惨重 那怎么样调整步伐 那事实上另外一个战场 确实是2024关键的总统大战 我觉得2024的这个是 对台湾来说很重要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此之前这一次就是现在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的有一些反省 还在反省选民 还在反省对手 然后呢当然说这些都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带风向 确实是我认为这次选举被带风向带得很严重 特别是台湾的防疫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在全世界大家都是一个公正的 都是这样的 但在台湾被抹黑成谋财害命 我觉得这个把这个明明防疫成功 把他带走 这个确实是有带风向 被带风向 被一些媒体的原因 但是这绝对不会是主要原因 因为对岸 就是说台湾面临的最最强大的 全世界最强大的网军 是对岸 他最有财力 他每次选举都会介入 2020年就没有带走 那么2022被带走风向的话 说明还是执政党有很多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嘛 所以说我觉得要总体的这次选举 不是说这些一些战术上的错误 如果输得这么惨 一定是战略上的错误 那么战略上包括人的问题 就是说整个选战打起来 过去民进党最有名是打黑金嘛 但是这一次就是包括自己推出的一些候选人 或者是候选人旁边站的人 那个形象就没办法 就是再通过打黑金这个 反而国民党像比如在苗栗 明明可以赢的地方 我偏偏不给你公认 国民党切割的非常坚决 所以民进党打黑金打不了了嘛 就是说包括你的人的问题 包括你的政策的问题 包括你这几年执政的这种 怎么说呢 值得反省的效果 就是说你不必要马上见到效果 但是你至少要给大家一个希望嘛 就你选举的时候你要打出一些 让大家觉得明天生活 可能变得更好的一个希望 这些政策方面的反省 要从总体的全面上反省 我认为这个个别的人 他们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不是书的主因 只是一个小原因 那原因是在战略上发生了 这个很大的方向错误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你怎么观察 这个称文总统是民选总统 面对这样的败选之后呢 实质上他的政治权力已经跛脚了 那在台湾社会上 刚刚提及的很多内政议题 他真正的掌权是行政院 所以在台湾社会 其实有很大的声让 事实上是要求内阁改组的 内阁改组本来也不是什么 天大地大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个苏贞昌 这个决定不断地坚守岗位 那当然也引发他选后 开票过后使得 整个民进党的执政团队 事实上整个社会观感 还在恶化 还在失血 关于这一点 如果我讲到 这属于完全台湾的内政问题 包括就是 隔魁要不要辞职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像在日本的话 日本是最容易内阁总辞职的 当年有十年九项的说法 就是说当社会有很多矛盾的时候 这个通过 也许你改变 你没有能力去改变 这个现状 很快的修复现状 但是你把人换的话 能让大家把一个 这个气出出来 就能让大家重新燃起一点希望 这是一个政权 一个政党维持政权的 其实是一种秘诀 所以过去讲 日本的十年九项 其实都是自民党内部换来换去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这个杀手锏要不要用 什么时候用 其实是一个政权的危机 处理能力的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民进党要不要用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说我想 他们应该有很多 更别的政治考量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是中国内部 也有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接二连三 有好一阵子的白子的抗争 那这里头其实是遍地开花 紧接着呢 前天晚上呢 广州突然为解封 然后上海跟进 成都跟进 所以部分的城市 有开始跟进 包含了郑州的富士康的厂 这个媒体的资讯传出来说 可能开始又进入营运 所以中国的政策也在变动中 就是说他究竟是持续的 恶化的抗争 还是事实上他走向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开放 而在这样的新闻事件 发展的过程当中 突然新华社跟中国的央视 就公告了江泽民呢 往生过世享受96岁 你怎么观察中国内部的 政治社会政策 以及经济也在变化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 这种强制风铃 就和当年的小说里面 唐继歌的风车作战一样 你是没有胜算的 因为这个病毒的话 不是共产党员 他不听你的 所以说这种政策 全世界都失败了 那么习近平 中国也不可能成功 现在很明显 他风控这么严重的话 中国的感染的人数 在不停的往上飙升 这个大家谁都躲不过去 那么所以说一定会飙升上来 他这么做 就是会民怨激的越来越大 因为已经三年了 大家的经济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了 但是这一次的抗争 和当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争 不一样的是 这次没有什么巨大的理想性 那次是要求中国民主化 要求人权言论自由 这次的要求非常非常卑微 只是你让我们自由 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种 换句话说 这种要求是很容易答应的 那么中国实质上 但是如果政府不处理好的话 这个要求可能不停的升级 最后变成一个熊熊大火 我们发现 他们抗争的前几天 要求都是要自由 要解封 但是后来到第六天以后 就有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这样的说法 如果中共再管控不严的话 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 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中国在实际上 在步步退 但是我很担心的就是说 跟当年香港一样 香港在2019年的时候 百万人上街 两百人上街的时候 中共先把反宗中法给你冻结 后来又给你废纸 后来让你进行区议员选举 他也是表面的步步后退 但是当你的这个集结力量 被消耗空的以后 你们解决的人散去的时候 他再开始一个个秋后算账 我想中国习近平有可能是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但是说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爆发 我们看到很多口号就是说 其实对共产党的暴力和谎言 大家已经不相信了 已经不恐惧了 这种情况如果退完之后 他不见得是每一次都能够 这么顺利来达成 那么关于江泽民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插曲了 我认为有人说是有意的 把他的生命为之措施 给他拔掉 然后转移话题 但是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这个正在一个政治事件之间 又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 因为这个领导人的 回念领导人的话 很容易成为中国的政治上的 新的游行抗议的导火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说 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了 当然说他们六四之后 多少年来一直研究 怎样防止由追导会变成抗议机会 他们已经做了无数次这样的演习 所以说我想他们江泽民还是会全力的控制着 但是说就是看大家这个人民的愤怒的程度到多久 所以会多久有多大的爆发力 所以我觉得变化 现在中国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多变的时期 对确实是现在大家都顾不准 它的解封究竟是一个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疏压 那如果是长期的话 那一般来讲可能供应链跟生活 可能会走到一个比较正常 可是由于它的疫苗失效 如果是长期的话 冬天是疫情传染的旺季 它内部可能被迫要面对相当多确诊的案例 那那个确诊的案例又可能造成了医疗跟社会的压力 所以它的这一个解封 事实上也存在着蛮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从这里观察出来 习近平的政策也不是铁板 也是可以退让的 对 但是说它因为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解封 就是因为它是把习近平自己的权威性 自己的政权的安定性绑在一起了 那么如果说它解封以后 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整个的这种 这个刚才讲的医疗量能被挤坏 然后中国一片感染 就变成疫情刚刚开始的 意大利那种情况的话 那群众要批评共产党 你为什么解封 这个是差不好 但是如果说解封之后 好像没有事情跟台湾一样 好像大家伤害不大 大家可以正好生活的话 那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三年都被你骗了 所以说不管怎么说 它的政权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它现在两边都没办法走 是站在十字顾孔还在犹豫 好 非常谢谢产经新闻台北知事局长石板明夫先生的连线 谢谢石板先生 我们稍后回来